哈喽,大家好,我是电影看舞林,我是双击冠的陆哥 我们大家都知道来自泰国的选手苏帕杰 想要挑战大级别,挑战中国的高手 当他真正遇到高手的时候,他说要跟对手打麻绳战 我们大家都知道麻绳战对身体的伤害是非常大 也非常的血腥,比裸拳还要厉害 但是他的对手邓丽不吃他这一套 你哥干嘛呢? 打麻绳了 打麻绳干啥呀? 邓丽,我们打麻绳好不好? 对,丢人骨 你以为麻绳战危险? 因为我不敢接战 结果打脸了吗? 吹你不好吃 你为啥不敢跟我打? 我心里谁都清楚 泰城实力比提前差 我自己跟泰国不理来 没有费人太新权管 跟俩上都来当美女士去年杀人赛 在泰国,泰国选手会打不下去 在泰国上午这样子 不是说上班 上千次 你说你打麻 前两天你又养我将军到六十人在跟你打 你口中旁边 需要挑战过来当大级别的高手 你将大级别的高手就可以了 唯独我就不行 你不是说我军服你打 你没有对手吗? 还要挑战大级别 调战高手 他不是高手 我现在就已经可以挑战我 人家你打比赛 你打完了 再一场就是我 我就在内排等你 敢不敢再给我打仰? 可以吗? 不要了 我要比赛 为了维持你这金腰带克星的颜色 你这是挑对手的 不管这一次怎么样 也是跑不掉 顾问你和我的比赛日期 希望他新手成果 不要因为怕自己的干人是被揍 你就把这件事说出来之后 不了了之 苏帕杰 给我听好了 不管是踢拳 泰拳 谈拔绳 随便强 或者是MMA分子拳套 随便你挑 完蛋 大家比较关注 还有鞋妹和苏帕杰的比赛 但是作为一名业余的健身教练 不管是什么规则 他都是毫无胜算的 邓丽和苏帕杰的比赛日期就要确定了 希望邓丽能够终结苏帕杰的再滑不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杂的赞 转发 打赏杂的赏杂的赏杂的赏划